第一條就是中四Chris-1的MC 第四條 我們一起看一下問題 問題就是告訴你 John正在開車 在時間十秒的時候 開始踩按鈕加速按鈕 你會看到VT Graph的速度越來越高 隨著時間 這幅圖給了你 現在問你 車由0秒至40秒走多少距離 Distance travel 在這個情況下 車勇往直前 應該跟Displacement有關 記住VT Graph 十居其九會問VT Graph 兩個訊息 一個就是Slope 代表Acceleration 第二個訊息 就是Area Under the Graph 就是代表Displacement 今次想找Distance 就是Displacement 由0至40 簡單來說就是想找0至40中間的Area 是多少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要這個不規則圖形 我們就切成兩個我們認識的圖形 第一個就是長方形 5 10 即是這個50 所以我們就寫下 這裡 是50 OK 到第二個 就是梯形 上底加下底成高除2 下底是5 這個5 上是12 成高 高是30 記得除2 OK 按下機 等等 按下機 加5 然後 乘30 除2 就是乘15 這樣就是255 來的 OK 所以 這個答案 是255 255 255 加50 即是305 答案 是C